旧羚羊躲灾节 阿财是一位长途大货车司机 经常独自开着货车穿越无人区运输货物 每次他穿越无人区那段公路前 总会去寺庙求千问卦 阿财,这几天你又要出车穿越那片无人区吗? 是啊,今天早晨刚刚签了合约 接了一批货,所以我才来这里求个签 阿财,既然你已经签下合约了 那还来求签又有什么用? 难道抽到了下下签,你还能单方毁约不成? 是啊,阿财,难道你还真相信这个签师的预言吗? 怎么说呢,有时候只是图个安心罢了 不瞒你们说,我还从来都没抽到过下下签 也从来没在无人区那段路上遇到过什么危险的 师傅,您看我这个签是什么意思呢? 哦,啊,你最近是不是要出一次远门啊? 哦,没有错,我是一位货车司机,最近正准备出车呢 我劝你最近还是不要外出了吧 要知道,你这次抽到的可是下下签 下下签啊,师傅,那如果我最近外出又会怎么样呢? 按照挂项来讲,如果你执意要外出远行的话 那你将客死他乡 啊? 虽然,师傅的话让阿财非常的震惊 但是他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出车走一趟 经过五人区,来将货物送出去 阿财,你真的打算出车啊 是啊,等一下就出发 这几天天气好,适合穿越无人区 阿财,可是那位师傅说你最近要是远行的话 可是有生命危险啊 过去你们不是常说求千问卦不该相信吗? 现在我不信了,你们怎么反倒相信了? 阿财,有时候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更何况,这次如果出点什么意外 你丢掉的可是性命啊 别出车了,好吗? 可是我已经签约了 要知道,单方毁约需要赔很多钱的 钱没了,可以再赚的 要是命没了,那可就一切都没了 其实这次我决定出车也并非只为了钱 这次让我运货的老板和我是老交情了 这些货他非常急需 所以你们看,我车都没装满就要给他送去 我答应过他,五天之内一定把货送到 我不能食言啊 那你可以让别的司机帮你交货送到 你付运费不就好了 何必亲自去啊 对啊,这个也是个办法的 也是可以达到给对方的承诺啊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那段无人区需要整整两天才能穿越 很少有司机愿意跑这段路 而这批货又急需 这时候哪里能找到合适的司机啊 谢谢你们这样的关心我 不要替我担心了 就等着回来给我接封好了 再见了 希望他能平安无事 希望那位师傅说的不灵眼 可是我听说那位师傅的解钱非常准 我真的很替阿财担心啊 阿财开着货车两天后 便驶入了那段无人区的公路 他走了没多远 便看到了一辆货车停在了路上 诶,那辆车怎么会停在这里呢 一定是遇到车子零件故障了 车在这黄角野外抛锚 可真是够倒霉的 我得帮帮他 喂,朋友 需要帮忙吗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我开车路过这里的时候 突然从路边窜出来了一只羚羊 你看,他把我的车大灯都撞坏了 这只羚羊伤得好重啊 我们得赶快给他止血才行 不然他会死掉的 还给他止血做什么呀 你来帮我将他捆绑起来 扔到车上 出了这段公路 我要把他卖掉 听说羚羊还蛮值钱的 正好卖了钱 不用来换车灯 啊,这只羚羊伤得那么重 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 会很快死掉的 死掉就死掉啊 反正我是要将他卖到餐厅里去 他早晚都会死的 这只羚羊太可怜了 我们还是给他医治伤势 放他一条生路吧 你说什么呢 我的车灯都被他撞坏了 我还要卖掉它 拿钱来换车灯呢 这样吧 我出钱将这只羚羊买下来 这样总可以了吧 嗯,好吧 你愿意替我出袭车灯的钱 那这只羚羊就是你的了 就这样 阿财买下了这只羚羊 并用自己车上带着的药 对其伤口进行止血 包扎 这个人 真是奇怪 竟然花那么多钱 只为了救一只快要死掉的羚羊 他真是个傻瓜 我也只能帮你简单地包扎一下 得赶快去动物医院治疗才行 否则 你真的会很危险 当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 阿财来到了一栋 建在公路旁的破屋子旁 在那里撞到灵阳的那辆车 也停靠在屋子旁边 怎么 你也准备在这里过夜吗 当然了 经常跑这条路的司机都知道 整个路段也只有这里 有一栋破房子 这是当年修建公路的工人留下的 除了这里 那我们就只能睡在车上了 没错 每次跑这条路 我都会在这里停留一晚 然后第二天 再一鼓作气 离开这片无人区 看来 你对这段路线 也是非常熟悉啊 今晚 我俩就作伴 在这里过夜了 来 我刚煮了面 一起来吃点吧 那是什么声音呢 出去看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天啊 怎么会这样 我好不容易将她的伤口控制住 这一下子 竟又裂开了 嘿 她这是 想要逃跑 这只羚羊 真是 不识好歹 你不要管她了 真糟糕 怎么会这样 不行 我得赶快带她离开这里 去找一位兽医 给她医治一下 你疯了呀 天都黑了 你还敢落 难道 你不休息了 顾不得那么多了 救命要紧 要知道 除了这个房子 前面 可就没有休息的地方了 你只能在车里面睡觉了 没关系 我要尽早地 将她送到动物医院去 嘿 真是个怪人 为了一只羚羊 竟然这么拼命 阿财 匆匆跑了一夜 终于在天亮后 走出了无人区 她将受伤的羚羊 送到动物医院后 感到又累又困 于是 便在医院休息室的 长椅上 睡着了 啊 腿 我的腿好痛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阿财 原本你的命运 是葬身在这屋子里 但是 你救了那只受伤的羚羊 而离开了这里 是你的善心 救了你的命 啊 真是一个好奇怪的梦啊 你就是连夜带着那只受伤羚羊 从无人区赶来的那位司机先生吗 没错 是我 医生 我送来的那只羚羊 怎么样了 你和那只羚羊都很幸运 如果再晚点的话 那只羚羊便会死掉的 现在 它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你说 我和羚羊都很幸运 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吧 昨天晚上 有一位货车司机 在无人区 被压在了一栋破房子里 听说那栋房子 是无人区路边唯一的一栋房子 穿越无人区的司机都会在那里休息 我想 如果你没有连夜赶来的话 一定也会在那栋房子里休息吧 啊 天哪 难道刚才的那个梦是真的 后来 当阿财回到家后 便去寺庙拜谢那位 为自己解签的师父 并且开始学佛吃素 这次 与其说 是我救了那只羚羊 倒不如说 是那只羚羊救了我的命 我想 它之所以会从车上跳下来 将自己的伤口加重 那就是在救我 阿财 其实救了你命的是你自己 是你的善心救了你 嗯 没错 阿财 是你的慈悲心救了你自己的